这个是一开始很清楚的托付 神州这么多年来所做的这个工作 从神州 十字架 到福音 还有现在这个彼岸 都是神的手 是神迫使我们不得不做的 我相信这个福音是上帝 给现代中国最好的礼物 不管我们中国人意识到没意识到 上帝对中国最大的祝福 就是把耶稣给了他们 而我们这些人呢 其实就是使者 就是把耶稣把他的福音 送到中国人手中的一个使者 所以我觉得我信主二十年 差不多也就服侍主二十年 自己得到这个天恩的滋味 就总是想去跟别人分享 自己看到了最有价值的 那个质保 就没有心思意念再去干别的事情 正像保罗说的 过去以为有益的 现在都认为是有损的 过去是看作是宝贝 现在看作是粪土 我前两年回北京 碰见我很多年没有见到的 同学朋友 他们当面不好问 就帮我叫到一边 说冯敏诚 你在美国好像会得还不错吧 是哪一个坑你过不去了 你为什么会信心 你也说你不会做传道人 我非常的理解他们 因为我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我会成为基督徒 我会做传道人 回想起来这大半生走过的路 感谢主的恩典 如果让我生命再有一次 恐怕还是传道人 我是1982年公派自费 到美国的密西根州立大学 年博士学位 冯炳诚这一代经历过 文化大革命的大学生 都曾经虔诚地 将身心献给过伟大领袖 从这个信仰部门以后 我到美国就一个很强的 什么都不管 就搞我自己的业务 搞科研 你让我去教会我也不去 你到家里来给我产 我就跟你辩论 冯炳诚以一名知识分子的骄傲 抗拒信仰抗拒了八年 后来真正谦卑下来 开始进教会进查理班 不到一年我就信住了 冯炳诚的心灵之窗打开后 在天光沐浴下 很快写出了 迄今已发行几百万册的 游子银一书 步道的角踪也遍及四海 当时我们这批人出来 是带着很强的 科教新国的这样一个报复 或者这样一个使命 但是后来相信了神以后 读了圣经 那就是有很多的反思 一个民族要站起来 绝不能单单靠科技 靠经济 靠军事 一定要靠信仰 对上帝的敬畏 没有这一点 这个国家一定是站不起来的 所以后来慢慢才觉得 这个才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认识神的知识分子 应该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做的事情 带着生在他二十八岁给他妹妹写信的时候 有了一句话 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他说 假使我有千磅银金 中国可以全数之取 假使我有千条性命 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但是后边紧接着还有一句话 他说 不 不是中国 乃是基督 这样的救主 我们为他所做的 会嫌太多吗 弟兄姊妹 带着生 所有的宣教士 对中国的爱 不是单单对中国民族的爱 首先是因为他对基督的爱 今天我觉得中国蒙拯救的时候到了 耶和华我的主啊 求你使我放下心中 放下心中所爱 耶和华我的主啊 求你是我的随心中 心中 欧香 直到我在敬拜中 献上自己为己 2008年12月7日下午2点 正是中国的早晨5点钟 三百多位神的仆人们 顶着漫天的乌云 迎着凛冽的寒风 来到太平洋岸边 为彼岸的中国祈祷 我们在大西洋的西洋 太平的西洋 我们来向你找到 让他可能 认识的 让那里的弟兄姊妹 每个人做我们的事 E. 少我才我 E. 直到我最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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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心中所爱 别恨我的主啊 生命是我大随心中心中向 直到我在金牌中 献上自己危机 不愿不愧我在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不成为安慰的灵魂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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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